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由于阳为您播讲 请听第644集 冯从义听完笑道 有了玻璃之后 三哥过去所说的水银镜子也可以去造了 这可比玻璃更好转了 说的也是 韩刚还记得当初造显微镜的反光镜 上面的锡拱合金接触空气之后很快就雾化了 所以他一直想要用玻璃给蒙上表面 也曾拿着水银镜的好处来说服冯从义为此投入资金 这是可以看得见的好处 冯从义的商人习气 听说有钱赚 眼睛都能发金光 玻璃水银镜 冯从义只是听韩刚提起过 但他素质韩刚的为人不轻易出言 却言必有忠 既然曾经郑重地说起过 又要让他去投资开发有关的技术 那么当然是一门赚钱的好买卖 西北的棉布 胶纸的白糖 还有南北货转运贩售的生意 已经让韩冯两家富甲一方 但支撑家族根本的产业永远都不会嫌多 玻璃和镜子乃是与生活息息相关 只要能将技术掌握在手中 就算日后扩散出去 只靠细水长流 那也是能传承几代人的富贵 冯从义沉浮上海多年 喜怒不形于色那是基本功 但在上千万贯的远期收益面前 却也压不下心头的兴奋 别说他区区一介豪商 就是天子 听说了一年能几十万的纯收益 也照样不能免俗 看着表弟的模样 韩冯微微一笑 低头又看着手上价值千万的小纸片 纸片上一排排小字写得很密 不仅仅是原材料的配方 除了那几套之外 还有烧制时要注意的关键 以及专用炉灶的修筑和运用 嗯 看着看着 韩冯忽然神色一变 忍不住发生了一阵惊异 哥哥怎么了 是不是又哪里不对啊 风从义立刻紧张地问道 不要花大钱买来的却是一个片呆子的赢品 透明玻璃的烧制肯定都要附带工艺的改变 不仅仅是配方的问题 你能注意到这一点的确很好 韩冈扬了扬纸片 尤其是关于这烧料的炉灶 跟之前用的炉灶大不一样啊 这是肯定的 江作间可是新秀了炉灶 跟之前的样式都不一样 当然是跟白玻璃有关 小弟怎么能不去详家打听呢 冯从义指着纸片上的最后一条 从炉子里排出来的热气 透过穿过外带的烤炉 可以鼓进去的风加热 能节省不少炭火呢 是啊 不仅仅是节省炭火 更是在提高炉温 韩冈语气郑重 若不是在这张纸上看到 韩冈还想不起来这项关键性的技术 以储热使交换炉中带出来的热量 不仅仅可以用在玻璃的烧制上 炼钢铁也是大有用处 韩冈在军器间的时候 这项技术还没有开发出来 炉温 冯从义疑惑地问着 这个词可从来没听说过 哈 就是炉子的温度 就像长短轻重一样 将寒热用数字来衡量 视为温度 这是于兄最近想要做的事情 旧有的渡量衡不仅不精确 而且太偏下 冷了热了都能感觉到 但到底多冷多热 可就没有一个准了 冯从义半懂不懂 想了半天试探地问道 是不是炉温高了就变得更热呀 正是啊 温度越高就代表越热 所以说白玻璃是个好东西 测量温度的器具 我已经设计出来了 可是没有玻璃 就只能是纸上弹冰 韩刚淡淡地提了一句 眼神深沉起来 好了 不用多想了 眼下呢 我也只是个想法而已 具体怎么测算 还得慢慢考量 说一说吧 来太原见我 到底是为了什么 仅仅是玻璃上的事情 我想用信应该就够了吧 旧时之前 利用棉花江干凉路的 汉藩珠布拉拢过来 纳入绵航的势力范围 韩刚和冯从义 直接也只是写信而已 不过是用了密文 以防被人偷看 只凭白玻璃 用不着冯从义 亲自来太原 三哥说的是 要是仅仅是玻璃这件事 的确写封信也就够了 其实啊 还有另外一桩钥匙 必须要让三哥你知道 什么事 不知三哥 你还记不记得吴魁 冯从义凑近了 将声音压低下来 当然记得 当年让罗武成 功亏一篑的罪魁祸首 但被他带累的广锐军 又是韩家在拱州的根基 韩刚怎么可能会不记得呢 怎么 听到有他的消息了 有人在沙州看着他了 身边带着十几个人 冯从义的脸上 添了几分阴霾 广锐军出身的子弟 是顺丰行中的主力 而广锐军在拱州 西州开辟的一座座农庄 里面出产的棉花 也是顺丰行 带收购的主要对象 每年还没有开始播种 便以契约的形式 定下来当年的收成 并事先挤付定金 这种汉烙保收的策略 是由韩刚当年亲自定下 让广锐军上下 对韩刚死心塌地 由于广锐军这些年来 安分守己 加之在拓边和黄石的奋勇 如今朝廷和地方上的周线 对他们已经 不是当成叛贼看待 可吴魁一旦出现在 河西的消息传开来 朝廷肯定就要紧张起来 对广锐军残部加紧提防 而任用许多广锐军子弟的顺丰行 避免不了的要受到影响 这件事确定吗 韩刚问道 看到吴魁的是 顺丰行派在干粮路的掌势之一 也是广锐军出身 据他说 他看到的人 虽然跟当年形象大不一样 但一眼看过去 就是吴魁没错 是这样 韩刚眉头皱了起来 就凭这一点证据 完全证明不了什么 连长相都变了 怎么能那么确定啊 其实啊 据他说 只有五六分相像 小弟也不可能就这么一惊一乍 冯从义沉声道 但他在甘州留下的姓名 可是叫做武贵 武贵 韩刚的眉头微皱 倒还真是很相近的两个名字 而且这一回西夏贵府的汉将 领头的叫李清 他手下有一个很得力的部将 也是姓武名贵 据说 此人乃是西宁四年五年的时候 投奔西夏的 只用了几年 就在李清账下出人头地 能力和手段都十分了得 这个武贵现在怎么样了 他在严州城下的那场大乱中 不见了踪影 说是死了 但也有人说 他是带着一众兄弟去投奔了撩人 反正在那场大乱中 跟他交情好的兄弟全都失踪了 而甘州城的武贵 他身边也有十几个半的 冯从义 尝出了一口气 低声问道 三哥 以为乌魁到底死了没有啊 当年就没有确认他的死信 跟农志高一样 都是被烧得面目全非 狄武乡当年没有把农志高 当作战果抱上去 韩子华韩将也没敢抱 军中也有传言说 他去了西夏 只是后来一直没有消息 才没有了那些谣言 当年吴魁的死信 由于无法确认尸体的身份 并没有抱上去 但基本上都认为他死了 可若是这一次 才安顿下来没几年的广瑞军 多半又要添乱了 从姓名时间行动这些地方来看 吴魁的嫌疑实在太深了 甚至不能叫做嫌疑 完全可以确认 吴魁就是吴魁 他现在还在甘州吗 韩刚追问道 已经不在了 冯从义说道 说是有人看到他一伙十几个人向西出了御门关去了西域 不过是不是固步一阵 那还真是说不准 韩刚沉言了一下 台眼说道 不要想太多 无愧此人 我与他有过一段往来 他的性子多少了解一点 既然在西夏国密之后去了西域 多半是没有再回来的打算 等到日后朝廷收复西域 说不定才会再听到他的名字 是吗 三哥既然这么说 那我就放心了 冯从义点点头 那名长氏 我就让他留在甘州主持封号事务 也叮嘱过了 一年半载 也不用担心会传出来 等过了一年半载 就是传出来 也不用担心了 兄弟俩说了一番话 也到了掌灯的时候 王仪遣了家丁来传话 酒饭已经准备好了 催两个人吃饭 韩刚和冯从义都饿了 出了书房 起身前往里面去 冯从义边走边问 不知三哥在河东还能留多久啊 最多半年吧 韩刚说道 河东这里天子不可能让我留得太久 之前我也写信给你了 河东可以放一放 摊子不要扑得太大 小弟明白 冯从义低了低头又问 之后不知天子会安排三哥回京 还是会外任其他州府啊 多半是回京吧 天子怕我功高难赏啊 在心思通透的表弟面前 韩刚一点也不掩饰 要是去了其他路州 再立些些功劳又该怎么办呢 我眼下都是开国军功了 还能向上封国公不成 国公放在三哥身上 不是迟早的事吗 冯从义笑道 做了相公 国公自然就能有了 任官宰相 数宰之后便能封国公 但十亿过万户 也就能封国公了 天子不就是怕我再立功勋 若使绝通宰相到了大殿上 站在哪儿才合适啊 冯从义陪着韩刚 一同叹了一声 转而又说道 说起国公 小弟前些日子在京城 听过介府相公要转风了 说是因为灭下之功 本因于变法之力 而且图谋西夏 也是介府相公在任的时候 先行主持的 哦 是吗 韩刚想了想 之前是输国公 这一次不知道是什么了 封国也是分等级的 首封封小国 继而中国而后大国 之后还有两国国公 外姓生前不封王 到了两国国公便到了顶 如秦楚魏这样的国公明显 不是老资历到几任载府 基本上是不可能有机会得到 韩齐是魏国公 复辟是韩国公 都是大国 而王安石的书国公 则是一个小国 到底是什么 得要看太常礼愿了 不过介府相公也在第二任 宰相任上才封了国公 之前从相位上退下来 也只是开国军功而已 好像就是太原军 三十不到便阴公封军功 大宋开国以来 还真没有人能比得上三哥呀 比得上也好 比不上也好 都没有什么好计较的 记得我过去曾经说过 归途赛跑的故事吗 跑得快的 不一定一直都在前面呢 韩刚摇摇头 接下来的几年 可就要清闲一下子了 那也好啊 正好可以用来治学 冯从义说道 三哥的学问越高 小弟也能一并摘些文气 说起来也是关西魁星不利 好不容易才出了横渠先生和三哥 若三哥不能将关西的世子都收归门下 日后做了宰相也坐不安稳 就跟我们这些庸勤的商人一般 若不能抱成团 便只有被人踩的份 可一旦并立相向 旧是京城 也能占些一块落脚地 韩刚笑而不言 但冯从义的话 正是说到了他的心里 官位的高地 他可以不计较 但有些事情 可是要好好地争一争了 呼呼又是春日 分水缠缠 河岸边花开正宴 地岸上的草木绿意昂然 天空上生生鸟鸣 从南方归来的大雁排着整齐的队列 掠过太原城继续北上 桃花驯后的分水边 有着浓得化不开的春色 韩阵领衔的化界使团 在边界线上的帐篷中 与辽人唇枪舌剑地争辩了几个月 终于可以不用再闻他们身上的马粪味了 一行使节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从盛州南下 经过太原城返回东京 谈判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辽人从来都不是会好好说话的对象 一边谈一边打也是避免不了的 整个冬天 河东北方边境上冲突不断 不仅仅是新德的盛州有战火 就是丰州 辅州 乃至燕门关 都有两军探马和巡族 在边界上大打出手的记录 使得谈判席上火花四见 上个月局势最紧张的时候 连韩刚都带了三千兵马 动身到临州坐镇 虽然帅旗插在临州城头 也有震慑辽人的意思 可更多的还是为了防止辽人发疯 以防万一 幸而终究还是没有打起来 顶替萧十三镇守西京道的辽人 新任主帅 也不敢贸然去正面挑战 有韩刚和数万骄兵汉将镇守的河东 韩镇与辽人谈的最后 也就是争个山头 争条屠拢 由此定下来的国境线 基本上就是按照双方的实际控制线来划分 新界东面一段 也就是圣州这里 实际控制线便是国界 一番大战没能改变 在谈判桌上也别想夺战上几分 而中段则是以汉海和大漠为界 沙漠中的几个绿洲 依照两家之前的归属不加改变 比如曾经让李继谦躲避其中 日后得意东山再起的帝金泽 如今也留在大宋的手中 由于大漠汉海 大家都没有兴趣 中段国界的划定是最早完成的 至于新界西段 由于太靠近心灵 尤其是直插心灵妖类要害的青铜侠 乃是辽人所必争 最后经过一番争吵之后 定下来的约定 青铜侠依然归属于宋人 但自青铜侠侠口向南五十里内 宋人不得不修筑任何成债 依据谈渊之盟 大宋如果要修补河北河东边界上的成员 必须要通知辽国 同时边债也不得增助 盛州的军债也是依据这一条款 在划定条约签订之后 便不能再随意增助 青铜侠不得修筑城寨的条约 则更为苛刻 这就使得官军只能驻守在西南方六十里 黄河河谷要宽阔得多的明沙城 那里地势远比不上显要的青铜侠 必须囤住两倍乃至三倍以上的兵马 才能够保证抵挡住辽军的轻功 同时这个约定也让迁移到青铜侠南河谷的数万西下残部 无法安定下来 不过只要明沙城在手 黄河河谷南方的静远秦凤 西方的西河干粮 这四路依然不用担心辽人兵马的威胁 这等于是可以将之前秦凤 静远西河三路的手艺力量 集中在明沙城异点上 说起来却也不能算太差了 这样一份虽不占便宜 却也不吃亏的条约 谭冤之盟以来 这还是第一次 按从东京城中传回来的消息 天子和梁府对这份化界条约十分满意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644集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645集